声音是有温度的 夜晚的声音会发光 嗨 你还好吗 我是诚意 怎么还不睡呢 是不是在想他 都说睡前想起的那个人 就是自己最爱的人 因此我在我的微博上 发动了一个话题 你睡前最想对喜欢的人 说的一句真心话 如果你也想在节目中 听到自己的留言 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 常一 常是路程的程 一是一二三四的一 每到深夜 我们就会变得特别感兴 到底是在为哪句 说不出的话辗转反侧呢 是对一次站在舞台上的 他说 等等我 我也在努力 是对昨天吃小龙虾的时候 偶然看到坐在对面桌 笑起来很甜的他 说 要不要一起看电影 还是都已经不再联系 一百六十三天的他说 你还好吗 今晚我们就一起聊聊 睡前最想对喜欢的人 说的一句话 微博名叫 嗯 你算个什么东西的 听众说 我已经忘了我们上次牵手 是什么时候了 毕业的时候也没能 最后一次送送你 也不敢说再见 我怕再也见不到你了 真的很想你 想冲到你身边的想 只是觉得 我们都可以努力 你等等我吧 哇 这个名字很霸气了 对于感情别害怕 那些没有说出口的再见 真正想见的人 一定可以再见面 微博名叫 啊 冉冉的听众说 你先看你的书 我也看我的电影 总有一天 我们会在一起 看书 看电影 微博名叫 情歌voice的听众说 就现在这个样子很好了 我很满足有你的每天 虽然隔着好几百公里 虽然可能我只是 你的选项之一 我再努力 我希望成为你唯一的选项 我的十八 哇 真好啊 希望每一个 听成语电台的人 都能成为某个人的唯一 微博名叫 怪我爱美的听众说 想跟未来的男朋友说 今天天气很好 晚上有风 你什么时候来 我想见你 对此我很想说 开门 我在门外 好了 开个玩笑 微博名叫 小樱桃呀 吼吼 听众说 即将开始两年军练 想告诉他 你是我疲倦日子里 唯一的期盼 看来我们的听众里面 异地恋真的很多 别怕 就像我在节目里说的 你们一定可以熬过异地 距离和时间都不是问题 只要彼此相爱 你们的感情就不会崩坏 共同努力的你们 一定可以打败 距离 支持怪兽 加油 微博名叫 原来成瘾的听众说 你感兴趣的一切 我都有去尝试过 我远比表面更喜欢你 但我没说 其实我存过你的照片 你喜欢的歌 我也有去听 微博名叫 祈福的李沙狗 听众 他说 98年的我 遇见91年的你 感谢你陪我走过了 人生最重要的 17个月 09天 分开的 第213天 我依然很想你 每天都会默默 关注你的微博 好想见你一面 简单地拥抱一下 把那句 分手那天 没有说出口的 别走 讲给你听 我好想你 母哥 微博名叫 一颗橘色的 小西柚的听众说 我想找勇气 和各种理由 再见你一面 然后跟你说 我好想你啊 我真的好想你啊 继续来看评论 微博名叫 我想就叫你十一吧 他说 我没有在等你 只是还没办法 喜欢上别人 微博名叫 SFC嘉瑞的听众说 我好像 一直都在放弃他 又好像是 一直都在等他 如果想念会有声音 相信你们 对那个人的爱 早已震而欲聋 但是一定没有 结果的感情 一定要及时止损 如果有回响 你们大可 深情似海 会不会想到 你还欠我一个未来 微博名叫 宇宙里的一小科的听众说 念念不忘 逼我回响吗 时隔三年 经历了无数次的 深夜痛哭 懊悔 自我说服之后 他居然回来了 曾经以为会爱一辈子的人 现在居然 觉得不痛不痒了 如果是以前 他发消息给我 我一定会原地旋转 三百六十度的 何况他今天直接来找我 尽管我逃跑了 但足以说明一件事 我开始放下了 真好 放下了 真好 其实做电台这么久的 我听到的最多的问题就是 怎么放下一个人 怎么忘记一个人 其实所有的念念不忘 不过是心欢不够好 时间不够长 没有什么事过不去的 包括你曾爱得死去活来的 那个人 如果现在还忘不了 也没关系 时间会给你答案 微博名叫 抹茶味小青的听众说 因为我的自卑 我没有等着你去喜欢我 而是等我自己 不再去喜欢你 是啊 允许你喜欢他 可是不允许你 再讨厌自己了 有太多人 爱着这样可爱的你 答应我 今晚好好睡觉 微博名叫 Soga Zozo的听众说 我想起那时间 像你的场景 你眼睛闪闪发光 盯着我手里的半个西瓜 当时只顾着护瓜了 连跑丢了一只血都不知道 现在想想 瓜就给你吧 毕竟你那天可真好看 不像现在的邋遢样 躺在我旁边 哇 我的天吧 现在的年轻人都这样秀恩爱了吗 这也太甜了吧 你呢 听到节目的这一刻 你想对喜欢的人 说什么呢 在评论留言里告诉我吧 好了 听了这么多人的心事 你也该睡觉了 夜晚就是有这样神奇的力量 在白天留下了消极 却只敢在夜里肆无忌惮地讲 但如果明天的太阳照常升起 答应我 你也要把心情切换成快乐的频道 笑一笑都没什么大不了 天亮时刻 你也可以做一个深呼吸 把最温暖的阳光吸进身体 让昨晚所有的不安都烟消云散 随后你的身体里就会种下一颗小太阳 大家像爱暖阳一样 爱着发光发热的你 爱你眼角散发的爱意 谁不是经历了无数个辗转反刺的夜 才被紧紧地抱住了呢 我也独自走过无数条 阑身的街道 才被你听到 所以天真又善良的你 会回到喜欢的人身边 光明的日子 也一定会绕开阴雨天 来和你碰面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如果说你也想要参与到我们的话题当中 或者是有其他想要对我说的话 可以在微信中搜索我的 同名公众号 陈一添加关注 即可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 当然也可以关注我的新浪微博 DJ陈一 我在后台期待你的故事 我是陈一 每晚都会温暖你 晚安 好吗 可能我有些紧张 连表情都哭不上 连表情都哭不上 一向我也没什么意气之称 兜里也没有疼 可能我不懂隐藏 可能我不懂隐藏 目光偷来只能落晃 没人能懂隐藏 没人能懂你是 好在影子很安全 我又去吃了那家面 一不小心弄藏了衬 我又路过这条街 我又路过这条街 只是没有下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至少我们有故事可以讲 至少我们曾坑 至少我们曾坑入疯狂 至少�告别我比你的相 dating 至少之中逐渐我被荒唐 至少我们有故事可以讲 至少我就认识很难忘 至少我有故事可以讲 至少你我也算好好收藏 至少你是無法抗拒的他 可能我不該奢望 都怪壞擔心風錯浪 假設世上只剩我們倆 會不會不一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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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